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關鍵下一秒 那在連續放了兩天的颱風假之後 今天台北股市 單純就指數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今天走出一個還不錯的行情 中場漲了76點 那盤中最高點是突破9300點 這是去年7月份以來的一個新高 所以是14個月以來的一個新高點 好 但是指數創了新高 我不知道觀眾朋友 你今天你心中的感受是怎麼樣 好像覺得完美當中 其實有一點不完美 怎麼講 因為今天如果你看一下 你手中的一個持股的話 你有沒有覺得今天股票 好像都沒有漲對不對 那可以看從這個盤面上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這樣的一個情形 你看包括OTC指數是跌的 下跌的加速比上漲的加速還來的多 然後上市的部分 基本上也大概差不多啦 上漲449加下跌376加 所以在告訴你一件事情 今天普遍上來講 當然股票不是所有的股票 其實都有表現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子的情形 明明指數創下新高 理論上來講 應該大部分的股票要漲才對啊 好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架構 就是簡單來講 就是這兩天的一個颱風架 其實打亂了 原本這個行情應該走的步調 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覺得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禮拜一在節目當中跟大家提什麼 那個時候其實我提到就是說 重點在於說指數跟技術指標 都還有低檔的空間對不對 所以當時我告訴各位 我認為這個行情還會再往下壓 好 我知道看到這個部分 很多觀眾朋友會講說 老師你沒準啊 為什麼 因為今天股字 今天指數是大漲的 連低盤都沒有開出 但是觀眾朋友 你如果記得的話 我剛剛講的是我禮拜一的節目 對不對 禮拜一晚上美國股市漲還跌 大跌嘛 那大跌的一個過程當中 韓國跟中國 它是怎麼樣走 它是呈現開低之後向上走高 所以原則上 你如果沒有那個颱風的話 基本上它就會照著 我們當時跟大家的規劃 就是先往下去做開低 但是往下開低的過程當中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我說基本上這樣子 往下開低的過程裡面 你要去站在買方嘛對不對 結果沒辦法 禮拜二休假 禮拜三又放了一個 無風無雨的颱風假 那結果變成什麼 基本上 當然放假其實對於一般上班族來講很好 但是對於原本外資的一個規劃上面 它其實就有點打亂 那這個會跟後面的行情有關係 這個我稍後會跟大家提 他們原本的規劃是什麼 或者是說夏老師原本的一個規劃是什麼 因為外資的規劃就是夏老師的規劃對不對 太了解他們到底想要幹嘛了 今天是磨台結算 所以原本禮拜二 開低對於他們來講要買股票 然後開始去做那個磨台的轉倉 我轉在相對低點對不對 然後禮拜三緩拉 可以拉吧 因為禮拜二晚上的美國股市漲的對不對 然後今天再緩拉 觀眾朋友 不要多嘛 你這裡開低走高回平板就好 這裡拉三千點 這裡拉三千幾點 不就跟今天的漲幅是一樣的對不對 好 我打成本第一 第二個我結算在相對高檔 第三個是我分三天來拉 理論上來講 在那個資金分布的狀況底下 基本上強勢股都會去 有一些表態的動作 也就是你原本以為 就是今天漲76點 盤中漲到100點的時候 應該大部分的股票會是漲的 他如果走的是這樣子的架構的話 你一樣可以用三天的時間 漲到100點 然後可以達到 強勢股都會往上走高的效果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颱風價 好 所以颱風價我沒有辦法轉倉 那我沒有辦法轉倉 我只要先做價 對不對 所以他們在這個資金的一個部分 就集中拉抬全值股做結算 所以你看到 你會發現說今天只有動全值股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部分 基本上颱風這也沒辦法 這個謝老師沒有辦法評估 但基本上後續的行情 我覺得我們應該先跟大家去做分析 基本上前面都照著我們規劃在走 對不對 那一個颱風我也沒有辦法 那後續這個部分 基本上你看到今天的KD指標 走到了一個相對高檔 他還沒有進入了超賣區的一個部分 但這個部分基本上我覺得 他有沒有在往上攻擊的空間 有 但是我覺得他不會攻 為什麼 因為短線上面用區間整理的方式去洗成本 我覺得那個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所以後續你要觀察重點在哪裡 今天高點9303對不對 然後這裡有一個位置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接下來應該會在這裡 應該會在這裡 整理一段時間之後 再往上去做攻擊 所以基本上這個部分其實你要做股票 我覺得你也不需要因為今天你的股票可能沒有動 你就覺得說這個行情你覺得沒有機會 我覺得做任何事情其實你都要按部就班 你看我們剛出我們對於行情的規劃 如果沒有那個颱風天的話 他會完全照著夏老師跟你說的方向去走 那你如果照這樣子的邏輯去做操作的話 我相信不敢講說 當然要看你買什麼樣的股票啦 但至少你在選擇在股票的選擇上面 你要進出場的位置上面 我覺得會稍微比較精確一點 好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基本上這個時間點當然會有人告訴你說 你跟著我做 然後一天一根漲停板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基本上我要告訴各位 其實你稍微想一下 你也知道沒可能 然後每天都在攻漲停板的 你要買多少股票 你才有可能漲停板 所以我希望觀眾朋友 你可以習慣 包括我對於行情的規劃 我們就按部就班 做一檔股票一檔股票把它做好 然後把那個波段做好就好了 怎麼講 我舉個例子來講 這個就是最標準的例子 這檔股票叫翔碩 好那你看今天 當然今天的一個股價 它並沒有大漲 只漲了2.44%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今天高點274塊半 這個還原全值叫歷史新高 然後收盤價 收盤價的部分272塊半 這個還原全值也是收盤價的新高 觀眾朋友 這一波以來 我有沒有在這個 翔碩的一個操作上面 我跟妳投機取巧 沒有嘛 我也是每天跟妳講 我有沒有股票賣掉之後 然後我再繼續跟妳講 沒有啊 而且我也是公開在節目當中 每天幫大家去做分析跟追蹤 從當初在8月3號 我在節目當中跟大家提這檔股票 當時我跟妳講到說 這檔個股它進入實質獲利爆發的 最後一里路 那個時候我相信很多人不認同 因為這股票從原本最高277塊 去年的一個高點 後來的高點235塊 跌到這個位置132塊 這個是幾乎腰斬的一個股價 對不對 然後很多人告訴你說 什麼Type-C都是夢 炒作的股價不應該這麼高 那個時候我講 很多人都覺得不認同 對不對 但是我公開跟你提到說 這是你的一個機會 結果你回過頭來看 至少是8月3號跟你公開 8月4號股價就跳空漲停板 我不是要講說我有多大的影響力 而是我們在對的時間當中 告訴你這一檔股票 但是有時候我真的沒有辦法 在我們第一時間做切錄的時候 我就在節目當中跟大家提 因為這個還是必須要保留一點 會員的權益對不對 所以你回過頭來看 基本上這一波的一個行情 包括8月10號 這個時間點當中 其實我們去做進場 觀眾朋友你還記不記得 現階段謝老師手中還有兩筆多單 我根本沒有打算要出 你看這一個部分 這個是7月29號當時的178塊 那個時候大概沒有除全息 178塊所以後來扣 3塊錢的現金鼓勵 你的成本應該是175對不對 然後8月10號 我跟你說壓回我們要再做進場 這也是186塊對不對 把它買回來 然後186的扣3塊錢的現金鼓勵 它是183塊的成本 就是這一根長黑K之後的隔天 對不對 所以你即便在那個時間點 你沒有把握住第一波 你在這幾天你加入 謝老師的一個行列 你也可以買在這個相對的低點 對不對 然後股價一路往上去做攻擊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回頭過來看 那個時候你可能不覺得說 這是一個好的買點 但是你回頭過來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就是按部就班 把握一個大波段 當時謝老師買在 好啦我們不要講那麼細 我們就當做180好了 對不對有175有183的 買在180的時候 當做買180 然後有會員跟我講說 老師200塊了 我們賺20塊我們出一下好不好 我告訴他說不能出 這怎麼可以出 然後來到220的時候 他說老師我們賺40塊了 那我們應該可以出一下了吧 我說不急啊 後面還有高點 然後到了250 他又跟我講說 老師我們應該要出一下 結果你看今天股價要277塊 就是說你如果在這個波段當中 你很輕易的你就被洗掉 我說真的 你要找到一檔大波段的股票 我說真的不難 我說真的不難 這個不用謝老師說 舉什麼例子 你自己回想過去你自己買的股票 很多股票是你 很多股票是你 兩個月三個月之後 你回頭過來看 你會很懊悔啊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當初買在很低的一個價位 結果你可能賺5%賺10% 你就把股票除掉了 然後你回頭過來看之後 這股票漲50%漲一倍 你錯過的就是這樣子的機會啊 所以我向觀眾朋友 這個時候 有時候股票其實不要說 你把它選好就好了 你不要把它換來換去的 按部就把你把握住一個大波段 所以你回頭回過頭來看 今天股價是還原全值的歷史新高 謝老師做多少股票 在這個波段當中 他是創下歷史新高的 對不對 而且他都是有個大波段 我不是在歷史新高的前面 告訴你說這檔股票好 然後過高之後告訴你嘛 對不對 我們是早在相對低點的時候 當時你都不認同 這股票會大漲的時候 我們在節目當中跟大家提 所以你回頭過來看 這股票已經快賺100塊了 你知道嗎 100塊的意思就是 你一張可以賺10萬 這是50%以上的幅度 事實上這兩筆 基本上都是大概當近50%的幅度 他代表什麼意思 他代表就是說 你當初如果投入100萬的資金 過去這兩個月就這兩個月就好 你就可以幫自己賺到50萬 你就會變成150萬對不對 那如果同樣的事情你做兩次 你在過去這段時間當中 你就會翻倍啊 對不對 你就從原本的100萬會變成200萬 對不對 那我們過去在節目當中其實也做過啊 這檔股票不是也一樣嗎 當初我們在做神盾的時候 沒有人願意提啊 有人講說這個投機股啊 那個沒有獲利 然後股價可以到那個100多塊 我告訴各位 還好這檔股票它沒有信用交易 要不然我告訴你啊 很多人覺得不做多也就算了 還會甚至還跑去放空對不對 但是因為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看這股價沿路漲漲到 後來我們去做獲利出場 那一天是9月8號 那你回頭過來看 基本上這兩筆的基本多單 它其實也都超過 不要說超過5成啊 它甚至超過6成對不對 所以你以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你再回頭過來看 這個時候的一個神盾 當然夏老師不是說 股票出了之後就希望它大跌啦 問題是說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操作邏輯 其實就是這樣子嘛 你好好的去把握一檔股票 然後賺一個波段 那個波段滿足的時候 我會在這個訊息當中通知大家 然後我們就出場嘛 接下來我們再等下一波的一個買點 而不是說叫你一直抱著 抱到這個股票 漲上去之後要掉下來 我覺得這個會稍微比較可惜一點 所以我希望觀眾朋友 這個時間點指數在過高之後 我覺得重點不在於說 它後續還有多少 而是你能不能夠按部就班的 做好每一檔股票 所以你看到了我們翔碩是這樣做的 你看到了我們的神盾是這樣子做的 所以希望觀眾朋友 你如果這個時候 你已經受購那種每天都 漲停板股票換來換去 然後加入之後好像也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希望觀眾朋友你可以按部就班的 跟著我們做好每一檔股票 我希望觀眾朋友可以把握住 接下來馬上要進入10月份 第四季的行情 你應該如何把握 跟上夏老師的腳步 廣告當中撥個電話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做聯絡 我們先進廣告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繼續幫各位做解析 歡迎回到我們的一個節目現場 所以觀眾朋友你單純就 今天行情的一個架構來看 指數是呈現一個開高之後 一路震盪走高對不對 雖然最終沒有收在最高 但是我相信你在今天你去搶股票的 或者是說你不是掛低階的 你在今天你去追股票的 通常那個收盤價 都在你買的那個價位之下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這個每天行情 為什麼要跟大家花那麼久的時間去做分析 我是希望你能夠清楚知道 你至少啦 你這種行情你要買股票 你至少要掛的比你當時那個價格來的低 因為他來的機會其實很大 所以你看 今天我在這個關鍵早報的影音版當中 我是不是一樣跟大家提醒這件事情 那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應該這樣講 我今天稍微錄得比較晚一點 因為那個摩台已經不具參考性了 因為他隔了兩天 所以要看期貨的開盤 那時候開100多點 那你就知道今天台北股是會開大漲 對不對 那大漲我當時我在那個關鍵早報影音版當中 我跟你提什麼 我說那股票你不要追 你要等到那個回來的時候 至於回到什麼位置 你就自己去看好不好 那我那時候我就跟大家提說不要追股票 那你回過頭來看 基本上不追是對的嘛 對不對 因為通常你不會做財集店 你通常都在這邊嘛 即便你做台積電 今天好像也沒有賺到錢對不對 今天開185.5收185.5 他也是十字線 所以你單純以這個角度來看 基本上每天早上的關鍵早報 你一定要第一時間去做掌握 好那我們回過頭來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 其實你要把握注意檔 波段的股票其實不難 包括我們剛剛做過的神盾 包括我們剛剛做過的翔碩 好但基本上你說 這個時候你要怎麼去挑股票 我想我們還是回到原本我們跟大家所提到的 你必須要看那個產業 他股價最高的股票 他怎麼樣去做表態 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像是我過去跟大家所提過的 工業電腦的股王叫華漢對不對 那個時候9月20號他創下歷史新高 當時我告訴你說你未必要做華漢 但是這個部分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會帶動整個工業電腦的族群 他有一個重新比價的效應 所以當時我們跟大家提到一些股票 包括後來我們在這個節目當中 跟大家所提到的 全球機器人與自動化指數ETF 他在禮拜三也就是今天清晨 他的股價其實創下了一個波段新高 對不對 那你說這個漲很多嗎 我認為在全球的商機其實才剛開始 那他所比價的 他所帶動的國內的相關的一些股票 其實這個時間點就是你可以去做留意的 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像是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炎華的部分 這張股票其實今天是不是大漲 對不對 當時我們在9月20號的時候 那一天股價在哪裡 那一天股價在這裡 當天股價這個線型 基本上看起來就是幾乎要破底的一個線型 但是當時我在節目當中我告訴各位 我說這個時間點要比價工業電腦 所以當時包括像炎華 包括像安晴 包括像振華電 這是這一波我們跟大家所提到的一些 工業電腦的一個個股對不對 只有你回過頭來看 那時候是255塊半 今天是276塊 過去這一段時間當中他漲了20塊 當然我講過我們要做的是一個 波段性的操作 但是我相信這20塊 至少也可以快速的拉開 對於你對於佈局的一個成本 對不對 好那除了這個讓個股之外 另外包括像安晴 安晴的部分 當時我們講到的時候是本益比11.7倍 那營收每個月都比去年同期來成長 所以當時我們看好這兩個股 那時候股價也大概在72塊1的一個收盤 好所以今天股價雖然去做壓回 但是我必須要講 我認為有時候這種股價適時的休息 他洗完籌碼之後他其實還會再往上攻 所以那個拉回來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讓你重新佈局上車的機會 好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呢 另外包括振華電 對不對 那個時候我怎麼提 我說上半年的EPS差延華 我們剛剛看到延華今天收盤 已經276了對不對 差延華0.14 那個時候股價差76塊半 他合理不合理 他合理不合理 那你回頭過來看今天的一個震華電 他的股價來到192塊 觀眾朋友你或許會覺得說 過去這一波幅度好像上漲的其實沒有很多 但是你必須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價格 他已經是兩年以來的最高收盤價 什麼意思 就是說過去這兩年 你只要買震華電的你一定賺錢對不對 你要抱得住啦 問題是說你光看這個波段 或許當時在這個相對低點的時候 沒有去做布局沒有關係 但是在他往上要去做突破的時候 我是不是告訴觀眾朋友 有這樣子的機會 今天股價 你說這裡193他還沒有過高 但是他的收盤價 卻是這個波段以來的新高 甚至不只是這個波段 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兩年多以來的最高收盤價 這個就是強勢股的表現啊 所以你回過頭來看 這股票其實會走很遠嗎 他股價會在相對高檔嗎 這個時候很多人會擔心一個問題是說 行情漲到9300 7999到9300 漲了1300點 很多股票在相對高檔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類似這種突破大量第一根的股票 這個不就是你應該掌握的方向 對不對 他在一個橫盤整理區 突破大量第一根 紅K棒 那這個部分不就是你可以去做留意的嗎 好 那除了工業電腦之外 另外我也跟大家提過另外一個族群在於 生技股的部分 對不對 我一樣從國際的股市角度跟大家提嘛 我說當時NBI生技指數 它能夠突破今年1月份以來的新高 這是一個8個月的大底 它所代表的一件事情是在於 市場會對於生技類股 它會去做重新評價 所以今天你回過頭來看 你會看到很多股票 其實今天股價突然就拉一根上去 例如說像是安城藥 對不對 那安城藥當然因為官司通過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股價在相對低檔 它的稍微有一點利多 它的股價其實就是往上去做大漲 對不對 然後包括了像是4105的東洋 這個當然是 以前我們都講 這檔股票叫做生技業台積電 因為它是一檔非常持優的公司 你看今天股價是不是也創下波段新高 所以基本上這都告訴你一件事情 告訴你說或許你會 或許你覺得你對於生技股不是很喜歡 但是這個時間點 行情在走的 行情在走的方向 謝老師一直給大家的是一個大的架構 對不對 就是說我告訴你行情方向在哪裡 你要怎麼去做選股 那你回過頭來看 這個時候當然東洋大漲安城藥大漲 但是我們還是維持我們對於原本 那兩檔股票我們看到的看法 包括綜藝 當時我們提到是突破大漲的第一根 那天是9月23號上個禮拜五 然後今天股價 9月26號當然股價大盤大跌 股價上漲 然後即便到今天 它股價其實一樣在創短線新高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這個部分 基本上當然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利多 它是美國FDA 就衛生管理局的去資助它的愛滋病的新藥 所以基本上你說它會不會跟浩鼎一樣 我覺得對待的規格差太多了 所以單純以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它股價創下短線新高 那會不會是結束 我個人倒是認為不會 它後面應該還會有空間 但重點是你怎麼樣在過程當中 你怎麼樣去佈局 按部就班的佈局 你看謝老師不論做什麼事情 我們都把那個行情先規劃好 對不對 然後我要怎麼做 我要買什麼樣的股票 其實我在節目當中 我就公開跟大家提 然後包括像是藥華藥的部分 其實也是一樣 藥華藥今天股價休息 但是你看過去它是走第一波的生計股 那你說走第一波 它股價已經先漲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這樣股票從掛牌以來 它沒有命運行情 謝老師不是只抓到這一段 是它從掛牌以來在這裡 對不對 股價先跌 先跌之後後續股價往上去做走高 那我們就如同我們過去跟大家所提到的 它的股本大概20億附近 它的股價大概200多塊 都跟當初中域號頂 要納入MSCI成分股的時候 那個之前是類似的 所以這個部分你要看到 是後面的一個機會 那有機會我們就佈局 那我們一樣守好 我們該做的停損的位置 基本上你就不需要太過擔心嘛 對不對 就好像我們過去操作那幾檔股票一樣 今天回頭過來看 謝老師股票或許沒有每天漲零板 但是謝老師要問各位 你過去這段時間當中你自己做 你加起來 你有沒有賺到55% 如果沒有的話 那是這樣子的方式比較好 還是你每天在那邊衝來衝去比較好 你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翔碩是這樣子 你說一檔它可能是巧合 運檔可能是運氣好 但是最近我們已經做兩檔了 對不對 神盾的部分一路抱上來 它股價可以漲六成 然後翔碩還沒有出 會不會到最後也是六成多 甚至有機會更多 觀眾朋友這個東西 是你要去想的一個問題是說 我覺得觀眾朋友你可以趁這個時候 好好想一想 就是說你未來的操作型態你到底想要怎麼做 到底是 現在大家都知道沒有量是常態 你到底要每天在那邊殺進殺出 然後每天在那邊當衝賺便當錢 還是你要按部就班的 一步一步的把那股票做好 把握住一個波段 上來可能就是五成六成 甚至有一倍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觀眾朋友你要去思考 你未來你操作的方向 如果你認同謝老師的一個操作理念 這一波行情 因為馬上已經要進入10月份了 我希望觀眾朋友不要再錯過 廣告當中播個電話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做個聯絡 我們節目進行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不正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